嗨,小朋友,你们好吗? 今天林老师要跟你分享一个大卫跟哥利亚的故事 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 因为这个礼拜林老师本来有点失望 因为觉得有我不能解决的问题 可是呢,我就读了大卫跟哥利亚的故事 我就学习了一个秘密哦 那个是什么? 那就是大卫他依靠耶和华的名 他就把巨人打败了 就像林老师,我只要依靠上帝 我也可以把我的困难给打败的 好,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老师今天讲的故事是从beginner's bible来的 圣经的故事都是真的哦 菲利士人是上帝的敌人 他们的军队来打扫勒王的军队 一个又高又大的巨人 哈哈哈哈哈哈 扫勒王的士兵们都很害怕 他们才不想去打那个巨人呢 年轻的大卫他刚好要带一些食物给他的哥哥们 他的哥哥们都在扫勒王的军队里面当兵 当大卫到达军营的时候 他看见了哥利亚 他也听见了哥利亚 这个巨人给以色列军队的挑战 大卫他说 我不害怕去打那个巨人 扫勒王就叫大卫来 然后跟他说 你不能去打这个巨人 你太年轻了 大卫说 上帝与我同在 扫勒王把他的盔甲给大卫 但他太大 又太重了 大卫一点都不习惯穿盔甲 大卫去了附近的小溪 捡了五颗石头 他就站在哥利亚的前面 哥利亚看见了大卫 就笑大卫 哈哈哈哈 可是大卫一点都不在乎 他说 我来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大卫将一颗石头 放进他的投石器里 然后冲向了巨人 他就把这石头一丢出去 结果石头就飞啊飞啊飞 石头他打到了哥利亚的额头 他就倒在地上了 费力士人看见他们的英雄 哥利亚死了 他们大家都赶紧害怕的跑走了 大卫一个小小的牧羊人 靠着上帝就打败了巨人哥利亚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萨加利亚书四章六节 小朋友,林老师就来教你一首简单的歌 来学习这段圣经章节 准备好了吗?开始 不是依靠势力 我们呢,就跟他祷告 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 好,林老师 现在跟你们一起做个祷告 祖耶稣,谢谢你是个伟大的神 我们遇见困难 依靠你,就会像大卫打败格利亚一样 我们一定会克服困难的 谢谢你 我们爱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小朋友,我们下次见 拜拜